前段时间洛杉矶时报有个报道 说现在加州居民大概快到一半了 40%的人不打算在加州住了 要搬离加州到别的州去住 尤其是这个临近退休的上点岁数的 这个60岁以上的人 这个族群这个意愿特别的强烈 想搬走为什么呀 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州这生活成本太高了 什么都贵 房子也贵 租金也贵 这个汽油也贵 汽油贵的话保险费也贵 什么都贵 所以呢 这个有点钱呢 有点积蓄 如果说到别的州去生活 同样的这笔钱呢 比在加州啊 这个过得更滋润 那除了这个生活成本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我倒认为啊 其他的原因啊 这得综合考虑 确实有别的原因 比如说这个市容啊 社区的环境啊 社会治安啊 尤其是社会治安 这个呢 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还有一则报道啊 也是这几天刚出来的 说这个洛杉矶市内的流浪汉 比去年还有增加 整体上呢 比去年增加了10% 那么不光是这样啊 那些高档社区 富人区 像什么比伏利山啊 像什么Brandwood啦 还有什么Plyadalry啊 Santa Monica之类的 这些全是高档社区 全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那个豪宅的话 几千万上亿的都有 那又怎么样 流浪汉照样就进去了 而且流浪汉进去的 这个规模还不小啊 尤其是富人区啊 流浪汉的人数增加的更多 去年呢 像这些高档社区啊 也就是4000多流浪汉 4000多人也不少了 分布在各个地方 今年的一统计啊 6000多啊 这些是哪来的呀 对不对 洛杉矶市内的流浪汉 为什么不减反增呢 为什么说应该减呢 去年12月12月份的时候啊 一个洛杉矶市长啊 改选了啊 这个新的一位市长就诞生了 他是个女的 非洲裔的啊 就是黑人 叫做巴斯啊 这个巴斯 他呢曾经在加州议会啊 做过主席啊 后来他现在是选上洛杉矶市长了 上任的第一天呢 第二天呢 新官上任三八活以后 缺德有话说嘛 好像是第二天啊 就马上宣布呢 这个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 多大的事进入紧急状态 他说是流浪汉问题啊 他要下决心啊 解决流浪汉问题 其实什么紧急状态啊 宣布了这个紧急状态啊 是一个技术手段 就是说呢 我一宣布紧急状态 我这做市长的呢 就可以有权利啊 动用市政府的那些啊 这个这个行政资源 还有这个资金的那些资源 有些款呢 就可以拿过来用啊 专门啊办这件事 那现在呢 半年已经过去了啊 现在都七月份了 治理流浪汉这个问题 你这个有什么效果 钱也花了不少了 一看呢 你看啊 数字会说话 这个今年的数字 比去年还有所增强 不减反增 那你这些安置流浪汉 用什么办法啊 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实际上没什么好办法啊 有这个消息啊 这个披露出来说呢 他们现在啊 这个安排流浪汉的办法呢 是临时把他们安排在 这个旅馆的房间里边住 当然这个旅馆呢 也不是什么好旅馆 绝对不是五星级的啊 就是那个motel那个级别的 这个房间呢 还算可以住人的 那么一个水平啊 谈不上豪华 谈不上高档 但是呢 收费啊 不是政府出钱吗 人家这个旅馆的 这个经营业者啊 那就不客气了啊 向政府收钱的话 也不便宜 那么一个普通的房间 一个晚上啊 归了八岁 它是收154美元 当然这一天的话呢 是包括这个提供房间 还包括呢 有服务员呢 给他们打扫卫生啊 换床单什么的 还包括早餐 还应该是包括吃的喝的 包括吃的喝的和房间啊 还有打扫卫生的 这一天154美元 那就是说一个月呢 安排一个流浪汉在那住的话 得4500多美元吧 那一年下来的话 好几万呢 人家说啊 你要是好几万 给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话 我们就已经是 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了 你在一年好几万美元 你花在一个流浪汉身上 一年过去之后 它还是流浪汉 它什么状况也没有改善 但是呢 你的政府的钱 就这么花出去了 还有的网友呢 就举出例子来说 说那个2016年啊 距今已经啊 这好几年过去了 7年过去了 2016年的时候啊 洛杉矶市民呢 这个投票嘛 有一个公投案 那个公投案呢 是H代号的 那个H代号的公投案呢 就是说在零售税里边啊 这个提高零售税 在零售税里边 设一个这个专门的款项 就是我们啊 这个老百姓消费者 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啊 就不得结账吗 结账的时候要加上税 那税里边的话 叫做零售税 零售税里边有一部分 拿出来啊 专门啊 治理流浪汉 这个社会问题啊 设的这个专款 哎 七年过去了 到现在啊 六年半过去了 H法案底下啊 一共从零售税里边啊 这个 收集了多少钱 有统计说是12亿美元 哎呦 这12亿美元 你 你治理流浪汉问题的话 这么多钱怎么花的呀 要不要来个审计啊 那除了洛杉矶这个鬼样子啊 这个旧金山呢 也好不了哪去 要说旧金山这个城市啊 我去过好几次啊 就是以前去过好几次啊 这个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还真是不错 但是呢 在旧金山居住的这个朋友啊 尤其是在市内啊 居住的这些朋友啊 最近有消息说 不得了啊 治安特别的差 现任的市长拿他们呢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啊 这个尤其是夜里头啊 不敢啊 这个放心大胆的在啊 这个街上走路了 以前呢 都是很很放心啊 对吧 你就是夜里边啊 在街上走的话 也不用担心 现在可是不行了 有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啊 说什么早安呢 城市早安的那一档什么节目 忘了哪个电视台了啊 就是以前呢 他们都是工作人员 在夜里边啊 这个凌晨四点半就要到现场了 在那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个清晨一到呢 他们就在现场啊 这个这个街房啊 就是非常有现场感啊 这个在现场就介绍啊 这个城市怎么样 今天发生了哪些啊 这个新闻 那现在呢 这个节目组的那些啊 这个这个工作人员呢 就接到指示了 说你们不要去现场了 这个因为什么老板呢 担心你们的人身安全啊 为了人身安全的话 你们就取消这个现场录制的这个节目啊 直播不要弄 还有呢 加州啊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啊 这个零元购啊 就是时常发生啊 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疫情闹的 这个2020年 2021年 那个时候像洛杉矶啊 这男家就是这一段了啊 那个林要进火车站的那一段 那火车不是快进站了 要慢吗 趁着这个火车慢的时候啊 一群人跟着铁道游击队似的 就拔火车 上去就把上面的那些啊 这个这个车里边东西就给啊 就拿出来啊 看有用东西拿走 没有东西就扔了啊 这个垃圾如山啊 铁路两旁垃圾如山啊 清理都清理不过来 那这么一来的话呢 商家肯定受损失 那全是人们在网上买的货啊 这个通过货运火车呢 就运过来再分发 一看货没了 那怎么办 商家受损失啊 他们找保险公司赔 那消费者也受损失啊 订的货也到不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儿 频繁的发生呢 加州有法律啊 这个有一个叫第47号法案 是怎么着 哎就是说啊 简单的说就是清罪不罚 就是你盗窃也好 还是抢劫也好 金额要是说啊 不足这个950美元的 在950美元以下的 警察都懒得抓 抓了登记也就扭事就放了 为什么呢 监狱已经啊 这个太满了 承不下了啊 你看啊 现在加州监狱满到什么程度啊 现在这个这个管监狱的那些机构啊 还准备着呢 就是提前释放一批啊 这个清罪犯啊 要不是杀人放火 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啊 都可以啊 申请这个假释 而且呢 还有一条 就是申请假释的这些人啊 这个可以走正常的手续啊 去申请 但是呢 可以不交保释金 他们说呢 你交了保释金的话 对穷人啊 这个不公平 所以你看像 像这么一个环境啊 那个犯罪率能不提高吗 对不对 还有呢 像这个随着零元购的这些事啊 不断的发生 前一点时间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啊 就是明显的零元购的 到商店里边就拿东西 拿东西 推车就往外走 这时候有两个店员呢 就要跟出去 跟出去的话呢 他们也没敢拦着啊 就是在远远的地方啊 拍视频 拍照片 那准备呢 就转过身来报警 向警察呢 提供他们的这个特征 让警察去办案 让警察去执法 但是呢 这个零元购的人呢 是个流浪汉 一看这个 他惊着了啊 他赶紧就跑了 跑了那些东西 他还没带走 然后店员呢 又把那个东西又带回来了 那这件事应该是比较 这个圆满的落幕了啊 没有啊 这个店老板呢 过了几天 把这两个员工啊 给开除了 开除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们这个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他什么理由呢 就是你要是零元购的来了 你就好生伺候的 你千万别惊着他 如果你要一惊着他了 他捅你一刀 要开你一枪的话 对不对 你那个小面丢了之后 那我这当老板呢 是不是要负起这个连带责任呢 对吧 老板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就是跟员工说 在我这店里边干活 闲事少管啊 见了零元购的话呢 你就假装没看见就行了 你看这些法律 这些规则啊 这些叫什么潜规则 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引诱鼓励那些犯罪率啊 不断的这个提升 你看前一段时间 这个中俄两国元首领袖 对吧 这个见面啊 会谈啊 到最后分手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 说世界什么百年大变局 我们共同推动 我们都不知道世界这个大变局 什么百年大变局什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这近二三十年来啊 这个加州的大变局啊 我们已经啊 全身体会到了 我们已经做过了一整一张 就了解就成了解了 再上一次 大变局 那就不须地 那我们先创超过了一整个大变局 已经完成了 对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